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汪小飞 结婚六年多 先后生下女儿小月 汪夕月 和儿子汪夕林 错个好字 一家四口幸福和乐 夫妻俩日前被直击现身台北街头 甜蜜高手逛街 但大S明显突袭的小妇 不免让外界猜测难道怀上第三胎了 大S上月在微博PO照 调侃老公把她拍得像孕妇 只见她穿蓝色格文年春裙 衣着宽松加上小腹微微隆起 似乎真有几分韵味 连她自己也笑称时髦人很无奈 奈 摄影师非把我拍成孕妇 还脸地上垃圾一同入镜 手真的跟脚一样 而据全明星探报道 夫妻俩当时一起在台北逛街 先到理发店剪发 后又进入玩具店 看似要挑玩具给孩子们 期间全程勾着手相当甜蜜 汪小飞见大S购物 完也马上接过战利品 展现老公力 本月7日 大S在被拍到带着两个孩子到信义区和家人出游 接着吧 女送回家后 她在独自搭车前往餐厅用餐 当天她穿着红色条纹地续 用餐完毕在路边等车时 秃度看来更是明显 引来大家惊呼好像孕妇 真的怀上第三胎了吗 真当把了 陈关希和秦淑培 被报为女儿举办百日宴新浪娱乐训 6月12日 有网友报出陈关希和秦淑培 为女儿举办百日宴的照片 陈关希抱着女儿尽显父爱 而陈关希女友秦淑培 在孕期一直保持超模身材 丝毫未见运动突起 但产后尚未暴涨明显正能量偶像 王俊凯高考后主动打扫考场 据台湾媒体报道 王俊凯日前参加高考 在9日顺利考完试后 被一名学生家长发现竟然主动 和同学留下来帮忙清理考场 王俊凯高考第一天 被一群女粉丝追逐 不仅影响了考场秩序 也让同学们没办法装住考试 9日 2017年高考顺利落幕 有家长到重庆八中的教室时 意外发现有学生在打扫 没想到其中一名就是王俊凯 让他相当震惊感动 班主任也特别表扬 八中的孩子无论是谁 都始终知道怎么做人 这是小凯学生时代 留给八中最后的劳动 我为八中的孩子骄傲 王俊凯的同学也在微博中大赞王俊凯 三年从来不敢涉及跟他有关的消息 但是这次全班都打算站出来 他为他说一次话 确实高三后期很紧张 他都会说段子逗 全班笑缓解气氛 考试也会和同学们一起加油打气 全班都在尽力地帮他挡私生和来围观的人 清和力100分 不愧是正能量偶像风拱的徒弟 当年的女神如今胖长这样 心愿想嫁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一个胖胖的很有中国喜感的女孩 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不知道你们第一次 是在哪个节目里面看到的她 有可能是欢乐喜剧人 有可能是喜乐街 也有可能是奔跑把兄弟里面客串嘉宾的时候 甚至有可能是在网剧欢喜密探里面 大多数人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胖子 她原名贾玉玲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喜剧女演员 师从冯孔 如今在相声界成就很高 没有人是天生的胖子 贾玲也不例外 她贾玲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市一城市 父母均为普通工人 姐姐贾丹供职襄阳电视台 贾玲在2005年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 并拜风拱为师 不过当时的贾玲可不胖 是一位标准的大美女 贾玲女轻时的照片 只见当年的贾玲身材苗头腰 颜值爆表 网友笑称 贾玲也曾经是女神 惊喜对比 简直不要太残忍 年轻时的贾玲 因为你管不住自己的嘴 而活活的吃成大胖子 如果贾玲瘦下来 你会喜欢她吗 如今年我35岁的贾玲还是单身 已是大灵圣女的贾玲表示自己想嫁人 现在这个体重 就连包贝尔都拿出了吃奶劲才能爆得动 正能量偶像 王俊凯高考后主动打扫考场 据台湾媒体报道 王俊凯日前参加高考 在9日顺利考完试后 被一名学生家长发现竟然主动 和同学留下来帮忙清理考场 王俊凯高考第一天 被一群女粉丝追逐 不仅影响了考场秩序 也让同学们没办法装住考试 9日2017年高考顺利落幕 有家长到重庆八中的教室时 意外发现有学生在打扫 没想到其中一名就是王俊凯 让他相当震惊感动 班主任也特别表扬 八中的孩子无论是谁 都始终知道怎么做人 这是小凯学生时代 留给八中最后的劳动 我为八中的孩子骄傲 王俊凯的同学也在微博中 大赞王俊凯 三年从来不敢涉及 跟他有关的消息 但是这次全班都打算 站出来为他说一次话 确实高三后期很紧张 他都会说段子逗 全班校缓解气氛 考试也会和同学们一起加油打气 全班都在尽力地帮他党私生和来围观的人 清合力100分 不愧是正能量偶像 好 好 好 色泰格 偶像 逗 Sat 这么 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